半岛大水灾刚过不久 首都昨天再次爆发内涝 政府宣称两个星期的雨量在两个小时内倾盘而下 使得排水系统不堪负荷 最终酿成水灾 环境级水务部长拿督斯里端一布拉辛解释 一般上一个月的降雨量大约200毫米 但是昨天傍晚吉隆坡的降雨量却高达100毫米 五国三月向来是旱界 如今突然下起暴雨 可见是气候变迁发威 一场大雨下来 截至早上11点 雪龙的水灾加密人数已经攀升到了1852人 另外政府也拨出了2913万令吉 修复巴胜谷地区在去年12月大水灾毁坏的基础设施 包括道路 桥梁和路灯